花莲县总共有40多个部落的文件站 学员年龄分布大多在55岁到70岁之间 不过瑞穗乡的拉吉河干部落文件站 不仅学员平均年龄都在70岁左右 今天还有一位106岁的人瑞 林金妹也加入了 战方特别办了一场庆生引心会 除了地方所会的首长代表都来参加以外 还有立委郑天才也到场了 县长也透过南区县政中心的主任 赠送一个三层的大蛋糕来为林金妹引心 现场气氛相当的热烈 获知106岁的林金妹仁瑞 将加入部落文件站的照护体系 县长许正为二话不说 透过了南区县政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赠送了一个三层大蛋糕 共同来迎接林金妹加入文件站这个大家庭 地方所会首长代表也都到场 大唱生日快乐歌 现场气氛热烈 那公所也争取到去年三个文件站 今年三个文件站的一个建设经费 那希望把这个环境弄好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可以来这边 享受我们国家的一个照护 不仅如此立委政天才 更是专程请来请贺 并向文件站所有长辈致意 百岁仁瑞林金妹成了新生 但受不了高温闷热的天气有些疲累 儿孙与孙媳妇在旁轮流看顾 儿子林茂青说 跟妈妈一起来参加文件站 很开心也很快乐 文件站的老人长辈 看见106岁的林金妹老大姐身体硬朗 平日都还能够种种菜 活动活动都十分羡慕 现在也和他们一起加入文件站 共学共餐 老人长辈们更加敬佩 也更高兴的是我们的长者 有这个陈金妹 这个仁瑞 那个参与我们老家干的文件站 是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也更希望说我们文件站 每一个长者也跟他一样 那么的热心 能够在这里 能好好的把自己的身心 能够在这边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我也希望说 能让他一样健康 对对对 很难啊 这个阿嬷很难啊 还能做 还会种菜 对对对 我很希望说我能跟他一样 日志乡吉拉哈干部落文件站 今年三月份正式成立开站 原定20个名额限定 但部落老人长辈踊跃参加 人数多出了一倍之多 在两位照服员 规划设计下 学院们的手作工艺作品 也令人惊艳 村长陈金浩表示 炒创阶段的文件站 软硬体设施设备 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除了期盼上级单位 能够给予协助 部落文件站也将全力以赴 用心经营管理 记者是预兰 瑞瑞采访报道